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姓车手加以逮捕 结果又查出装姓嫌犯才刚在大同区诈骗另一位被害人得手 立即扩大调阅搜索共犯行驶的车辆 一举逮捕车上两名流姓及韩信收水车手 并在车上查获账款20万元及点操机等证物 昨日前侦办侠内假投资诈骗案 先行查期面交车手大案后 扩大调阅机之际锁定行动水车 立即以优势警力维护 现场查获两名收水车手 查扣点操机新台币20万元 手机刀谢辣椒水等证物 警方已经依诈骑罪前将三名嫌犯移送40地检署偵办 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冲刺各种投资广告 有很多都是诈骗集团所投放 甚至是假借名人来骗取民众信任 呼吁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记者张旗辰 台北报道